主席 江局长 各位首长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好 主席我请江局长 有请江局长 常委员好 局长好 首先恭喜啊 那个接任这个重要的工作 很多人说新闻局长是政府的化妆师 我想政府的化妆师不仅仅是化妆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也一样 那我每次跟新闻局提议的时候 都会特别要求说 有没有帮马祖做一点新闻 你在你的预算当中 有没有马祖一个小块小区块 台盆基马说生命共同体是死 马祖占四分之一 你的预算好了 我不敢说要四分之一 四十分之一有没有 局长 你刚到任了 你也许这个数字不晓得 事后整理一下 在马祖发的这个新闻传播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 有没有你新闻局的四十分之一好了 我不要说台本基马生命共同体四分之一 四十分之一有没有 在籍的记者到金门或者马祖去做那个采访还有报导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东西可以传达到国际上面去 所以这部分是有的 我也希望 我也很期待啊 甚至以前中正机场 陶渊国际机场 那个灯香也有马祖的那个 黑嘴装分头燕窝啊 甚至于那个松山机场 也有一些马祖的那个分型照片啊 这我们可以来努力 都是坐一年停一年 坐一年停一年 你没有接续的嘛 所以说我们今年讲了 也许你下半年做一下 那下半年不讲 明年就不做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新闻局最少秉持着合理的分配 给我们一些离岛偏远地区再帮忙 刚才说有些委员说 中北清南什么 没有中部 没有花冬 我们离岛更困难 所以说期待说 给我们四十分之一的经费就够了 我们就很感谢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关建国百年 我在总咨询里面也特别讲 建国百年这个议题啊 我们是开国建国有功啊 福建有功啊 但是建国百年庆祝 马祖缺席了 但是那个吴院长最后说 金门马祖不会缺席 但是我不晓得 你说金门马祖不会缺席 那什么活动在金门马祖做啊 我也咨询了 你能记得我咨询 哪些问题可以在马祖做的 有吗 你记得吗 我有听到委员这样子的一个咨询 但是就 但是什么项目不晓得 我就告诉你一下吧 开国 三二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面 有九位是我们连江的 所以我们在马祖还有黄花岗十烈士碑啊 建国我们在一百年当中啊 国家的领导人 有我们福建福州的名声啊 国民政府主席当了十二年啊 你这个百年人物制有铃声吗 有我们福州人铃声吗 你这个开国中的这个人物制 有我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廉江的九烈士吗 跟委员报 这个人物制我们现在规划当中 那您所提的这些 我们会纳入我们的这个 另外 我们帮马祖这个 绕境祈福活动 也列到百年庆 我们马祖就是 因马祖命名呢 你这个绕境活动不请国之北端 台盆今马最北的马祖开始 你对得起马祖吗 另外我们占地捍卫 我们实施戒严占地政务 这么长的时间捍卫了台盆 所以说我们是保国有功啊 最立啊 保国最立啊 同样的两岸交流 我们也示范了小三通 推动了两马 那个签署了两马协议 这也都应该可以拉到 你两岸交流的换筹之中嘛 是 所以我们具体的说 你不要说我们 知苦有份 有功没赏 结果百年庆 坦坦手 没有马祖活动 不知道委员 这绝对不会 所以我现在具体的给你这些项目啊 希望说 你能够 能够纳到 你这个百年庆终啊 另外就是 有线电视 我们大概每年有三亿多的基金 我们有百分之七十 那个给公共电视 或者给地方政府 有百分之三十有你新闻局 然后来做 还有NCC NCC 来做普及的 那个 就是偏远地区的普及化的 这样的需求 实际上 我们马祖也没份 为什么没份呢 因为我们那个有线电视啊 我们现在就 强通一家 还不符合我们 有线电视的相关规定 资本额要两亿 他哪里来的两亿资本额啊 总共 他大概一千多户的这个 这个人家 收 收收收 一千多户 一千多户 所以说你要他去加入 缴这个会员 我们是很期待啊 结果他 没有加入这个缴会吧 所以说你这个百分之三十的 这部分啊 我们也是没份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在9697这部分 马祖 连江县这部分 我们的确有一些补助给 当地的这些系统啊 比如说 连江县来讲 在九十年度 九十六年度 差不多有两百万 一百九十八万 然后在九十七年度 这个连江县这边 差不多是两百万 的这个经费 那九十七九八呢 九十八年 这边我目前没有资料 九十七是两百 因为 我们是九十五年 那个时候 你两百还是公务预算的 那不是 不是有限 这个 有限电视基金的 所以你有限电视基金 开始收以后 他就没有了 所以我 你九七九八拿不出数字 反而我们去 沿门脱波啊 凭这个NCC 几个委员去干什么呢 去跟大家 拜托 你中古的这个部分 淘汰的这个部分 可以给我们 马祖做更新啊 所以说我们才 目击了一些 这些设备 逐年 从举光开始到 南钢北钢 然后今年做 东营的 采取这样子 方式耶 我们感觉很 心里是很难过耶 改善了我们 还是很难过耶 政府可以伸 援手的 结果没伸援手 让 那个谢政兰委员等 这些 去到处去 去目 我每次想到 我都很很难过耶 去看 去开这个协调会等 我又感觉 实在委屈啊 难道政府 为马祖这个有线电视 或者为马祖的 无线电视的收讯 提升一点品质 都做不到吗 所以说我这个 因为你局长干就任嘛 我希望你了解状况以后 给我们一点帮忙 最后一个议题 就是有关公事的 那我也想请那个郑董事长 来 有请郑董事长 公事 公事法 我是国民党代表人之一 当时国民党三位 廖胡本 洪秀柱 曹尔宗 全力推动公路电视的 那个这个成立 但是 公事法 前后推了差不多十年的 这样的时间 那个时候 最主要的 源起是说 我们只有三家 无线电 还没有民事 所以说我们认为公事 对整个传播事业 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推 成功后 实际上已经开放 有线电视了 所以说 现在去检讨一下 公事 有没有必要存在 跟我当初 全力推动的 本意是有极大的落差 特别是这段时间 特别是这段时间 我们公事 的董事 新的组织 董事长 跟那个 弄的这个 风风雨雨 烏烟沾气 我们是认为 公事的存会 要做一个决定 我不晓得 局长你的看法 后我再请 这个 郑董事长做说明 跟这个委员报告 基本上 公事的利益 应该是要服务 社会大众的这个 收看的权益 所以公事 如果可以维持 正常的运作 一定还是可以 造福我们广大的 受视听众 跟观众 那所以公事的存废问题 因为它也需要 社会的共事 也涉及到 法律的修改 所以在这部分 新闻局的角度 我们站在 主管机关的角度 我们现在最希望 是公事回归到 它法律所赋予 它应该要去运作 而且提供给 整个社会大众 一个品质不错的 一个这个 收看的环境 其实 其实我们是 我们是要好的节目 我们不见了 要有一个公事 这样子一个电台 电视台 这一点你要深思的 我们好的节目 是我们需求的 不是说 我们自己 一定要去做好节目 这一点是有差距的 何况公事 80% 90%都是外买 外买的节目啊 哪几个是自制作的 所以既然是外买的 为什么一定在公事 这个播呢 外买的 这个为什么不可以 在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无线电播呢 好 另外我想请郑董事长 那个做 对 针对这次 那个公事 董事长的这个分擾 好 做一点说明 是 我先跟 委员报告 台湾就算电视 发达 但是 都不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 公共电视 它不但 应该保值 而且应该要更大 那回复您 那回复您 刚刚对于这个董事会 现在公事董事会面临的问题 是这样 我们现在面临最主要的问题 是在于 监察院对于 我们董事 这届董事 第二次征捕的这个过程呢 他提出一个纠正文 那最主要是一个程序正义的一个坚持 那那个部分是 是监察院能够决定吗 我们认为监察院这个决定也是错的 是 基本上是立法委员经过 经过審查后 提出的新人选 那不是重组吗 你不是政府所 所护俗的这个单位吗 我们多少民间的团体 包括糖鞋 电鞋 这些人 这些都可以很顺利的 来解决 为什么只有公事 会成这样子 最主要是 民进党八年执政 公事成为一个附庸嘛 才有这样子的现象啊 我们现在帮公事还给公 社会公正人士增加多的那个 董事人选 当然要重新改组啊 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 到现在相互跟 新闻局相互较劲的这样子情形呢 公事从来没有是 任何政府的附庸 没有 公事 没有是你自己讲的 请守公事法第十一条 独立经理 在我们的感觉就是 公事 就是民进党当时 民进党的附庸啊 所以我们不希望公事 继续成为国民党的附庸 应该好好地 让他保持一个中立客观的立场 这一点我跟委员的意见 所以我们期待说 及早去化解这个纷争 不然公事只会给民众更反感 是 所以我希望局长跟 政组长都要努力 好 谢谢委员指教 谢谢 谢谢 朝委员